2022年6月11日,赌王二太蓝琼英因病去世,中年79岁,而随着蓝琼英的去世,蓝琼英离世的原因和遗产分割再次成为焦点。 女儿何超琼的一句话,更是解开了隐藏多年的秘密。 蓝琼英,身为赌王何鸿燊的次期,自他踏入赌王家族的那一刻起,便以非凡的才华和魅力独领风骚。 他不仅为赌王家族增添了义子四女,更是在家庭内部的竞争中,成功战胜了四泰梁安琪,并将险些成为五泰的励志逼退。 相比之下,大房一脉的境遇则显得逊色许多,而蓝琼英则成为了赌王家族中最为耀眼的胜利者。 她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,甚至超越了古代宫廷剧中的甄嬛。 众所周知,何鸿燊一生共有四位妻子,育有十七名子女。 在迎娶蓝琼英之前,她与原配李婉华共同生活了十五年。 李婉华出身高贵,家族显赫。 她的父亲是澳门著名的律师和公正人,祖父在葡萄牙也身居高位。 年轻时的李婉华更被誉为澳门街第一美人。 当时,何鸿燊还是一位无名小族,但她凭借帅气的外表赢得了李婉华的青睐。 1942年,年仅18岁的李婉华与21岁的何鸿燊喜结连礼。 婚后,在李婉华的协助下,何鸿燊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,并逐渐结识了众多上层社会的名流。 可以说,没有李婉华的支持和帮助,何鸿燊很难成为后来的赌王。 李婉华还为何鸿燊生下了一子三女? 但不幸的是,她在1957年患上了结肠炎。 起初,何鸿燊对妻子关怀辈致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逐渐失去了耐心,开始在外寻求新的感情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她结识了未来的二泰兰琼英。 兰琼英出身于军人世家,家境英时,她的祖父曾任少将军官,父亲毕业于黄浦军校,并担任骑兵大队长。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,兰琼英从小便享受着公主般的待遇,生活无忧无虑。 然而,随着家庭的变故和家道中落,她不得不跟随家人来到香港,并开始自食其力。 尽管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但兰琼英依然保持着优雅的气质和爱好。 她喜欢跳舞,并且多才多艺。 在一次舞会上,她与何鸿琼英相遇并相识。 当时只有十四岁的蓝琼英,清纯靓丽,活泼可爱,令何鸿琼一见倾心。 尽管两人年龄相差悬殊,何鸿琼当时已经三十六岁,但何鸿琼仍然对蓝琼英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 两人去立关系后,经常一起跳舞并出席各种重要场合和慈善活动。 渐渐地,蓝琼英取代了原配李婉华在何鸿琼心中的地位。 在与蓝琼英相识并相处一段时间后,何鸿琼做出了迎娶她为二房太太的决定。 然而,这一决定却遭到了李婉华的强烈抗议。 对此,何鸿琼解释称,我无法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。 且我的事业庞大,社交活动频繁,确实需要一位女性来协助管理家务并陪伴我。 1957年,尽管李婉华极力反对,何鸿琼还是决定与蓝琼英结为夫妇。 她在香港为蓝琼英购置了一栋别墅作为他们的爱巢,并正式举行了婚礼。 蓝琼英与何鸿琼的婚姻生活幸福美满,她为她生育了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。 分别是何鸿琼,何鸿凤,何鸿佳,何鸿佳,何鸿余和何游龙。 尽管蓝琼英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生活,但她并未选择成为全职太太。 她积极参与何鸿琼的生意管理。 同时,在教育子女方面,她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。 作为二房的老大,何超穷被蓝琼英视为弟弟妹妹们的榜样,因此对她有着严格的要求。 蓝琼英教导她,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, 我不知道,我不记得,我无所谓,必须果断,坚定。 除了学业上的优异表现,蓝琼英还着重培养,何超穷的管理能力和社交技巧。 蓝琼英的婚姻生活风光无限,但原配李婉华却遭遇了诸多不幸。 何超穷与何超穷同年出生,但何鸿琼却将所有的好运都归功于二太的女儿何超穷。 对大房所生的何超穷却先有关注,李婉华不仅失去了丈夫的爱,还遭遇了一系列的悲剧。 1973年,她在葡萄牙遭遇车祸。 八年后,她的儿子和尤光也在葡萄牙因车祸离世,长女何超穷因因离婚,母亲的不幸和弟弟的离世而精神崩溃。 2004年,李婉华离世,而何超英也于2014年随母而去。 随着大房一脉的凋落,蓝琼英的地位更加稳固。 为了照顾在加拿大的父亲和达理何鸿燊在那里的服装生意,她选择移居加拿大。 然而,移居后不久,她发现何鸿燊依然四处留情,让她面临新的挑战。 在1985年,何鸿燊迎娶了李婉华的贴身护工陈婉珍,并与之共同育有两女艺子。 然而,陈婉珍的低调与不争不强的性格,使得她并未引起蓝琼英的过多注意。 然而,仅仅一年之后,何鸿燊再次迎娶了四太太梁安琪,并与她一同养育了三子二女。 尽管梁安琪出身平凡,无显赫背景,但她并未被蓝琼英初始放在眼中。 然而,梁安琪并不满足于锦锦,作为赌王背后的女人。 她渴望参与家族的商业事务,得知此事的蓝琼英急忙,从加拿大返回香港,向梁安琪宣告她的地位。 但梁安琪不同于陈婉珍,由于当时深受赌王的宠爱,她面对蓝琼英的强势也毫不畏惧。 在一次公开活动中,蓝琼英曾以《通碧猿猴》与《齐天大圣》之比较嘲讽梁安琪。 而梁安琪则巧妙地以《如来佛祖的五指山》,作为回应,暗示蓝琼英的言论无济于事。 蓝琼英与梁安琪的争斗日益激烈,但赌王何鸿燊对此却似乎漠不关心。 因为她此时已另有新欢励志,这位拥有天使面孔和魔鬼身材的女子在1986年赢得了亚洲小姐的桂冠,并深深吸引了何鸿燊。 然而,当她计划娶励志为五太太时,却遭到了蓝琼英和梁安琪的强烈反对,尤其是蓝琼英,她甚至动用了各种手段来阻挠。 最终,蓝琼英并未成为赌王的妻子,而是选择了为她抛弃一切的李连杰。 蓝琼英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梁安琪和蓝琼,并非出于嫉妒,而是对家族利益的维护。 实际上,她与何鸿燊的婚姻已名存实亡,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形式上的。 在何鸿燊去世后,她的家族产业主要,由二太太蓝琼英的子女继承,何超琼成为赌王的接班人,掌控了家族的主要产业。 何超凤则成为奥伯控股的主席,而何尤龙则担任了新豪国际的主席。 尽管三太太陈婉珍和四太太梁安琪也获得了不菲的财产,但与蓝琼英的子女相比仍显逊色。 蓝琼英的一生充满了争斗与权谋,她以十四岁之灵嫁给赌王,成功应对了梁安琪和励志的挑战。 然而,她在面对病魔时却显得如此脆弱。 2022年6月11日,她因癌症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。 享年79岁,二太太蓝琼英的生平充满了风光与争斗,三太太陈婉珍则选择低调与世无争,四太太梁安琪则不甘示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。 然而,大房的遭遇却令人唏嘘,有的病逝,有的精神失常,而剩余的子女则无法进入赌王的公司。 更无法分得家产,尽管兰琼英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,但她的生活却充满了争斗与牺牲,而她的女儿何超琼虽继续成了家族产业,却也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与家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